福兴新生系列细雪本草 是由径牌有限公司全力支持 大野即是古时候的楚国 楚国以前就是出产很多矿石 现在青铜我知道在大野也是有的 所以我见到教授 你这个应该是青铜铸造的酒杯 是的 刚才你提到了大野 野字是什么呢 野炼的意思 所以大野这个地方自古以来 有青铜之都之称 在中国来讲 它这个野炼技术是名列前茅的 我们古时候拍戏 就是拍很多古装的戏 就是我有用过这些酒杯 教授你讲一讲 你示范给我看一下这些酒杯 以前拿的这个道具 这个是真正的青铜的 这个后边是一个尾 这个前面有瘤 这是两个柱 这边还有一个盼 喝酒的时候 古人拿那个袍袖左手一挡 就是一言而尽 这个真是有重量的 以前我们拍戏的那些道具 就是轻飘飘的 因为它不是真的青铜铸造的 双代的青铜器里面的酒器 其实已经分得很细致了 有柱酒器、调酒器 还有喝酒器等等 甚至在不同的礼仪场合 它们会用不同的酒器 来作为文化交流 一直到现在 根本这些酒器 又不是只是用来喝酒 甚至是价值连成 成为收藏品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铜之乡 它标示了中国酒的一个发展阶段 这个酒器 是酒的城汽 同时又承载着一个中国的酒文化 所以这个酒呢 今天我们不但欣赏酒 就看到它 它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品 可以观赏